欢迎来到一个探索科技跟未来的频道 我是罗伦纽顿 特斯拉的股票最近在狂涨 已经接近了2000美元 造成了市场轰动 SpaceX这个太空公司 会不会成为马斯克的第二匹黑马呢 SpaceX的潜力在哪里 目标究竟是什么 这次我们要一起来谈谈 马斯克的秘密武器 SpaceX 马斯克的第一个成就 是创建了很有名的支付公司PayPal 当他把PayPal卖掉之后呢 得到了他人生的一桶金 而很快的呢 在2002年 马斯克又再度的创立SpaceX 开办SpaceX是实现了马斯克 自己星际旅行的梦想 而又刚好搭上了 美国太空民营化的潮流 接到了美国政府的搭单 成为一个非常吸睛的 太空民化的公司 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在火星上面殖民 实现人类呢 能够在多个行星上面 生活的目标 而在火星上殖民呢 是能够在火星上面建立所谓的 自我存续为生的一个城市 SpaceX打算呢 在2024年就送人上火星 而送人上火星之前呢 需要有基本的条件 在2022年就打算送货运的太空船上火星去 去完成人类登火星的前置作业 而要能够带这么多相关的人跟设备 需要有一个非常可靠跟大型的太空船 所以现在SpaceX正全力的进行大型的太空船的研发 称为BFR大天一火箭 现在已经改名为Starship 这是一个人类化时代的一种新的载具 它能够一次承载100人 并能够承载相当的货物的重量 马斯哥将透过这样新的太空载具呢 完成这样太空旅行的计划 就能够完成地球到月球的 这样来回往返的实验 并且透过太空船 进行地球两端非常快速的太空旅行 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载具 为什么选择火星呢 最直觉的原因就是火星跟我们非常的接近 但是其实在太阳系的八大或九大的行星里面 火星是最适合我们登陆的行星 原因是因为不管是木星土星海王星天王星 这些行星都是属于气态的行星 也就是说主要是由气体所构成这个行星的 所以也就无法有效的进行登陆 而水星跟金星呢是有实体表面的行星 但是由于水星非常的接近太阳 它的地面在面对太阳的部分呢 能够达到摄氏430度的高温 而金星由于它非常浓厚的二氧化碳的大气层 甚至为让它到达500度的高温 并不是那么适合人类来做登陆 而火星离地球最为接近 它在我们一个居住圈的范围想象之内 而温度呢也还可以接受 大约是在摄氏的-50度左右 还在一个容许的范围之内 而且我们知道在火星在非常非常久以前 是具有海洋的 而在实地的探勘也发现 在火星上面的确是由冰围形式的水的存在 所以火星成为一个在太阳系里面首要登陆的目标 那么人在火星上面生存会不会遇到困难呢 首先就是该怎么样降落 不管是好奇号 不管是机会号 登陆火星的时候降落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曾经有各式各样的方法经过研练跟实验 而SpaceX已经很成功地发展出了猎鹰系列的太空船 而且继续地在有新版的太空船出来当中 而透过它从地球上登陆月球的往返这一系列的实验 就会累积了如何在火星里面有效降落的经验 再来就是人类要怎么样能够在火星上面来维生 火星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大气组成造成了它的高辐射的一个状态 人类没有办法在这种高辐射的状态当中来生存 所以登陆火星之后势必要一个遮蔽型的太空的基地 能够让人类来生存生活 中长期来说呢可以走往地下去发展基地 在食物方面呢长期来说很显然不能够倚靠地球所带来的食物 必须要在火星上呢产生农耕跟种植的技术 以火星的温度以及气压来说呢 在室外种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人就想在火星里面建立温室的系统 或者是直接的建立在地底下有种植的一个空间 水的问题呢并不是很困难解决的 我们只要把冰冻的冰能够做溶解以后 在火星上面是有部分的水可以供人类使用的 培养蔬菜跟水果就是进一步可能的事实了 欧洲的实验室呢其实在最近研究这一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他们使用了人造的非常类似于土星上面的土壤结构的土呢 来进行种植的实验 在最新的进度来说呢 他们发现种出来的红萝卜是可以供食用的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土星上面的土壤呢 其实含有非常重的金属的成分 现在科学家正在研究怎么样让这些重金属成分不会危害到人类的健康 而水果的方面呢据说草莓也已经种植成功了 所以就维生的系统来说呢其实已经跨进了很大的一步了 再来人类要怎么从火星回到地球来 其实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呢去火星就不需要回来了 就好像去火星是一个单程的火车票一样 虽然很多人都愿意报名从事这种事情 但是这里面呢仍然有人道法律以及伦理各个方面的问题 好消息是SpaceX在这个方面呢有所解决了 因为SpaceX已经研发出了可以维收式的这样子的太空船 就像猎鹰9号一样 它只要进行填充呢火箭是可以重复的使用跟飞行的 SpaceX就打算先在2022年有一批货运的火箭能够发到火星上面 开始将一切的设备呢建立在火星上面 而有一种特殊的设备呢能够让火星的土壤 相关的矿石被加工能够产生了液态的氧跟甲烷 就是火箭它主要的燃料 所以2022年先发射一批设备到达火星上面 去产生2024年人类到达之后所需要的燃料 这样子人类呢就能够从火星发动火箭再一次的出发回到地球了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概念不是吗 这样看来人类在火星上面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似乎都渐渐在被解决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成本上面的问题 以及它的商业模式 其实SpaceX在它的载具的研发上面非常的成功 马斯克在2020年的6月写了一封内部的信给所有的员工说 现在我们要全力的来发展过去所谓的BFR 就是大型的猎鹰火箭 现在称为Starship 马斯克计算呢在地球上的任何两个城市 都能够在30到1小时之内 很快速的透过Starship到达目的地 也就是说呢 人类会进入一个比飞机运输快数倍的一种新的运输方式 而货物也是如此 所以马斯克的SpaceX在登陆火星之前 这个载具呢其实已经可以帮SpaceX赚大钱了 我们讲回到火星的计划里面 成本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因为火星的这整个太空旅行 它所有的成本都要负担在这100个人的身上 成本既然这么高昂 搭乘的必然是有钱人 但是如果你要有钱人去玩玩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要怎么适应在火星上非常刻苦极端的气候跟生活呢 很显然这是不太可行的 所以就有人说呢这个商业模式呢 其实会转变SpaceX的角色会有点相当于19世纪提供贷款 让中国及欧洲的移民能够到美国新大陆的船务公司一样 19世纪中的时候呢不少的劳工 他们透过了签了合约跟协议贷款进入到美国工作 然后呢在美国新大陆呢赚钱能够还这个贷款的钱 当然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成立的前提就是在火星上面进行的活动 他会有非常庞大的商业利益 能够赚到足够的薪水让这些人愿意贷款来做这些事情 在火星上面会有什么大钱可以赚呢 什么是在地球上面没有办法发生而在火星上面才能发生的呢 有人说呢政府的补助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呢登陆就相当于土地的所有权 第一个上火星的可以为地为王 虽然现在在国际间呢其实有签订一个外太空的一个协议 就是呢没有一特定的一个国家能够占有地球以外的太空的资源 但是这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协议 等到真正的登陆了火星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大家就不知道了 所以土地的所有权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 让政府愿意补助这样的计划 再来一个有可能的就是稀土 也就是很珍贵的矿产资源 由于火星的大气呢它是相对地球是非常稀薄的 所以从外太空来的流星呢 打到火星的地面上面是比较没有消耗跟折损 或许在火星的某些地方有完整的陨石坑 它里面有神秘的成分 这些稀有的矿产呢能够成为一个致富的关键 还有一点是处理核废料 而不会产生人类很多健康上面的疑虑跟问题 这也是有庞大的利益在里面 但是人类环境污染的习惯也终会被带到火星上面来 再来是军事上面的用途 目前在火星上面是没有很多的间谍卫星可以照着你的 火星就会成为一个跟月球的背面一样 是一个不太会有很多人看见的地方 很多的事情就可以在火星上面偷偷的进行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利益的关键 不过最重要的重点是 马斯克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噱头 能够筹措更多更多的资金 能够让SpaceX有一个更高更高的比较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他画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笔 但是很特别的是呢 这个人却能够照着他所订定的一个时间表 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些所谓疯狂的想法 特别是猎鹰9号真的成功重复使用之后 让所有的人呢 开始不得不相信他所说的很有可能会完成 而且会很快的完成 SpaceX的前景真的是充满潜力哦 希望你喜欢我们这一次的节目 欢迎你在下面的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你认为马斯克的火星计划是有可能完成的吗 如果你认为他有可能完成请你留言1 如果你觉得不可能请你留言2 或是我们其他的心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欢迎你订阅按赞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 我是保罗纽顿 我们下次见